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人跑过去一瞅 原来是抛下百姓 独自逃往东来的线手 世子见了 上去就是一脚 线手跪地求饶 最后说丧尸病毒在草原船上爆发了 一船的人都没了 按照时间推测 草原船去上周不会太远 而上周是国都汉阳的门户 一旦丧尸在上周爆发 那么后果不可想象 于是五人连夜马不停地赶往上周 此时此刻上周城内还是一片降格的景象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这时候安璇接到家福的报告 说在哪哪发现一艘搁浅的官船 船上空无遗物 但却血迹斑斑 似乎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安璇则立手下追踪蛛丝马迹 很快就发现了地上车折的痕迹 那一边 世子五人刚往上周的路上 偶遇一座村庄 村民们正在呼吃海河 这放在盛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过年还不吃点肉 但现在内忧外患 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随后东来献手在村民家里 发现了曹运船上的遗物 人赃巨祸 村民变无可变 只好跪地认罪 世子质问村民 船上的尸体哪去了 在得到世子既往不久的许诺后 村民带他们去埋尸的地方 路上村民们面色一变 他们知道洗劫官船是重罪 而狗官们经常出尔反尔 所以决定杀人灭口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天色渐渐黑了 卢尾档子里传出阵阵嘶吼 然后一票丧尸就从地下端了出来 原来这就是村民们埋藏尸体的地方 时间不大 丧尸越聚越多 无视的村民们死伤惨动 世子等人看着乌央乌央的丧尸 也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一支支火箭尽射而来 然后一群白衣箭尸杀到 他们犹如狼入羊群 有笑地歼灭了目光所及之处的丧尸 随后世子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 在安炫的住处 世子向安炫 讲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希望安炫能帮他夺回王权 拯救理事王朝 安炫并没有给世子明确的答复 只是让他在这里好休息 他会安排好一切 离开前 小美警示世子小心安炫 因为他手下的家谱 似乎知道如何对付丧尸 但丧尸分明是第一次出现 另一边 老赵用牢里的囚犯做丧尸实验 在见识到丧尸病毒的传染力后 老赵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绝不能任其不管 而老赵想出的应对之策 就是弃局宝帅 他派中央军聚官而守 封锁庆上左道 右道 放弃了包括上州在内的大片土地 对封锁区内的平民百姓 选择了见死不救 安炫王府 小皮在天发亮的时候流出王府 路过一块激素着彪寒战功的封碑 说安炫用三百士饼 沾上三万倭寇 最后来到一个叫十万吞的地方 小皮看着眼前的参员断壁 想起自己丽家从军师的景象 实际这段 解释了为什么朝鲜王咬死的人没变丧食 而赤绿宣医馆 那些吃了被朝鲜王咬死的人的肉 失变后再咬人 丽马变丧失的原因 通过小皮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 瘦网村的人全都得了麻风病 所以脸上缠满了绷带 而小皮具有麻风病抗体 所以表面上他没什么事 但他携带麻风病病毒 在赤绿宣医馆 他将麻风病传给了那里的难民 也就是说 丧失病毒加麻风病毒 等于具有传染力的丧失病毒 所以小皮来到瘦网村村民的墓地 发现这里居然有人上行 太阳某地 一群代产的孕妇被聚集在一起 好吃好喝的供着 二代的媳妇也在其中 二代的媳妇告诉一条孕妇 说自己的丈夫与这里的主人相识 原来这些孕妇都是王后圈养的 王后肚子的孩子意外流产 王后的肚子不仅关于他能不能走上人生巅峰 更是整个海员正式的希望 所以不允许他流产 不允许他生的不是男孩 于是王后瞒着老赵 圈养了这些代产孕妇 只要生的是男孩 那就抢过来当自己的孩子 如果生的是女孩 那么孩子 产妇统统统杀掉 反正无论男孩女孩 这些孕妇的命运只有一个 那就是此 昨天的故事中说过 世子的队伍里有海员肇事的剪辑 那个人估计就是阿呆 要不他媳妇能在这里好吃好喝啊 安炫王府 上周牧师找安炫要人 说老赵派志强军封锁了关爱 只有交出世子才能让老赵开关 安炫让牧师上案勿造 这时候加普来报 说他们到了 来人正是之前追杀世子一行的纪卫军 金卫军将领对安炫建计世子的行为表示感谢 就在金卫军将领下令拿下世子的时候 安炫大吼一声 住手 然后质问金卫军将领 金卫军的职责是守护王室 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居然向海员肇事俯首称臣 到底谁才是大逆不道 然后交出早已埋法的家福 将一票金卫军乱箭射死 就此 世子兄居上周 与海员肇事分庭抗礼 应实力上 世子安炫一方仍处于劣势 正所谓人民如水 王权如舟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老赵网顾批民百姓的死活 将百姓推到了世子那边 世子面对群补百姓 选择全部减了 这万周一行 抗击接完了丧尸浪潮 他们砍发株林 求助防御攻势 青壮年不分贵族剑民 全部分发武器 抗击丧尸大军 另一边 小美带着冬来献手 这个跟皮绒上产彩药 意外得知上周也有洞骨 而洞骨生产生死草 生死草又是根治丧尸的必备之物 功夫不复有些人 小美正在洞窟里找到了生死草 旁边还有一副手料脚料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几个黑眼快速闪过 小美和线手都是紧张起来 这里警长做了个大胆的推特 这副手脚料拴着的 实际是安炫的母亲 让安炫当初能用300人 沾成3万魔寇 那300人实际就是受忘村居民 之所以能以一挡板 就是将得了麻疯病的受忘村居民 变成丧尸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厚葬了 受忘村居民的原因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时间到了晚上 大家严阵以待 准备抗击丧尸大军 结果一晚悄然过去 一直以来 丧尸从不会白天出现 这就给大家造成了怕光的假象 实则丧尸怕的是温度 就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 上谷中飞起一群惊鸟 然后乌央乌央的丧尸浪潮 朝上楼城飞奔而来 生死大战一触即发 王国的第一季 就在各方势力震惊的目光中落下尾目 想看第二季 只能待到2020年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